我们看到乌尔情势的最新情况 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仪 现在在现场加入我们一起来解析 我们要请教邱教授了 乌尔今天预期要举行第二轮谈判 双方代表已经是抵达了谈判地点 看起来这一次又是边打边谈了 乌克兰现在局势相当紧张 普京同时是受到一个战况胶着的压力 好我们纵观所有的条件 今天的谈判是不是比较有机会有共识呢 邱教授您的观察 各位观众早安 主播早安 基本上昨天整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 在几个大层加深也加大力道 那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平民百姓 死于无辜 死于战火 那这样的一个发展呢 其实也让这个泽伦斯基 也就是乌克兰的总统呢 开始有一些态度上的改变 基本上呢他首先呢就呼吁 俄罗斯呢至少先不要再对平民百姓进行轰炸 不要去伤己无辜 那这样的一个声音呢 俄罗斯也听到了 他们说基本上我们也愿意给和谈一个机会 所以呢今天的这一个晚上的和谈呢 其实多的一个第一次和谈 没有的压力就是死伤加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主要就是 主要两边的一个很深的旗舰是 因为泽伦斯基本身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 他还是希望说能够让乌克兰能够加入欧盟 甚至加入北约组织 那这两个条件基本上是普京呢 完全没办法接受的 那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之下 至少两方呢要有一方能够稍微的退让 他才有可能达到阶段性的停火 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说 在整个调停的过程当中 这一些北约的国家或者是美国的国家呢 他们呢除了说给予乌克兰很多的援助啊 军援啊或者武器的援助之外呢 至少呢能够有一些善意的释出 因为我们知道说公亲虽然不能变世主 但是如果公亲本身能够营造一个好的谈判条件 那也许和谈的几率成功的几率就会提高 主播 好我们再来看到了乌克兰官方数字 已经有至少两千位平民百姓遭到杀害 而且恐怕还在攀升 俄罗斯从一开始呢 他们说好不恭敬平民 而且刚刚邱教授有说了 他们现在有开始恭敬平民 但也许这一次的和谈 他们会减缓这样一个力道吗 变成这样一个局面 是不是因为各国加大了这俄罗斯的精力制裁 战事又可能出现胶着的关系 可不可能这更能够刺激普京的强人性格 昨天在整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 昨天在整个轰炸的过程当中 除了首都的基辅 还有这个 这个我们看这个哈尔克夫 他本身这两个大 一个是第一大臣 一个是第二大臣 他整个空战跟巷战的力道加深之外 甚至今天大概12小之前传出说 赫尔松也产生攻陷 虽然说乌克兰是否认这样的一个说法 不过在奥萨德或者像玛利松 这样的一个就是港口的城市 也是受到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炮袭跟攻击 那主要是我刚才第一段讲就是说 现在的俄罗斯的军队 不只是在针对军人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 普京他非常小心的只是想针对这些军队军人来进行攻击 要绕开一般的百姓 但是因为实在乌克兰的军队也很能打 所以他们打起来其实是力不从心 而且后援也是被截断的 不过从十几个小时之前开始 那个攻击本身已经加深到对平民百姓 那他不只是去炸这个电视台的电塔 而且还会去炸学校 那甚至很多的这些无辜的民众 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是 有一个 因为现在我们要逃往到波兰的 主要还是以乌克兰一的难民为主 那当你在乌克兰境内 你如果不是乌克兰人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首先搭上离开乌克兰的火车 所以有一些孕妇飞乌克兰一的 有些从北飞过来的 他怀孕在战争前一天才出生 而且现在这个乌克兰的乌西这个地方正在下雪 所以其实是非常冷 那很多的一些外媒记者看得也很不忍心 希望说能够有基本的这个 这个保暖的设施 但是这个波兰那一方是拒绝了说 我们还是要给乌克兰的这个难民优先 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话 这个人道危机是一直不断的上升 那普京也看到这个 那我们说乌克兰方也看到这个 所以这个整个压力就让 整个过去谈判的基调是军事对军事 现在已经回到了所谓的平民伤亡 从这个地方来去进行谈判 其实这也是普京的一个目的 好 关于双方的谈判 我们稍后在8点30分左右的时候 也同样会邀请邱教授 跟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对谈 我们最后先来看到拜登的国情咨文 当然昨天在他开始之前 我们有先讨论到底他会如何针对 乌尔德战争外交议题 还有国内各种严峻考验 进行分配还有平衡 我们看到了拜登是花不到十分钟 谈乌克兰 接着他把话题转向疫情后经济 也就是他的build back better plan 好 邱教授怎么看这场自闻呢 普京他基本上跟过去的美国总统 很大的不同 过去美国总统是内政搞得不好 经济搞得不好 比如说我们讲川普 或者是老布希 小布希都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内政搞不好 他要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外交 转移到甚至发动战争 但是拜登跟其他总统不太一样的是 他反而是外交跟所谓的乌尔 他比较无能为力 或他不想要去付出 他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美国的国内 这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一个一般我们对于美国政治的认知 一个相反的情况 那么基本上拜登总统 昨天的这一场国情咨文 他的的确确还是把乌尔战争 放在这个头条来去进行处理 因为毕竟这还是一个最紧急的事件 不过就像主播刚刚所说的 他花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来讲乌尔 然后话锋一转 讲到其他地方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纵使在乌尔这么严峻的情况之下 这个拜登总统还是花了大概有四句话 开始描绘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竞争 可见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美国现在的战略上 美中的竞争还是延续川普总统时期 这样的一个基调 当中他还提到很多 甚至提到一些国内的教育改革 或者是通膨的问题 通膨问题他花了蛮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说 基本上我们打战打到今天第七天 乌尔战争可以确认的是 其实整个拜登总统把乌尔 并不是放在他的政策的 我们讲他的口袋 或者说他的整个议题设定的最前面 他主要还是希望说北约国家 这些欧盟的这些国家 能够在前面来去推这样一个和平 然后他能够在后面 顶多是进行很多的救援 金援或者是人道的救济 这个大概是他目前的一个计划 为什么要保重 这些人都要保重 于是想要保重 不过这个人 这些人都要保重